作为重量级的犀牛,战斗力相信大家都知道,甚至可以轻松掀翻一辆小汽车。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,在面对大象时,害怕得连奥利给都被吓出来了。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就在不久前,犀牛母子本在水潭边喝水,哪曾想遇到同样喝水的两头大象? 脾气不太好的大象竟然用那灵活的鼻子抓起石子扔向犀牛。 惊恐害怕的犀牛在面对大象的挑衅攻击,也是十分气愤,但又不敢有任何还击,只能呆呆站在原地。 毕竟面对体型比自己大太多的两头巨物,甚至好汉不吃眼前亏,此时双方正紧张对峙状态。 小犀牛害怕得也只能因为在犀牛妈妈身边,他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巨物? 安耐不住的大象一步一步朝着犀牛逼近。 他们没有想到一头小小的犀牛,也敢跟自己来抢水喝,越想越气的他就想把犀牛赶走。 惊恐害怕的犀牛母子健壮只能后退,深知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与眼前的大象抗衡。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,大象依旧没有想过放过犀牛母子,再次面对步步逼近的劲敌。 就在这时,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。 母犀牛竟然傲力给都被吓出来,大象健壮也是越来越嚣张,再次朝着眼前的犀牛挑衅攻击。 实力不济的犀牛被顶得连连后退,可不得不说大象还是比较讲武德,并没有想要伤及小犀牛。 而母犀牛幸好皮操肉厚,不然早就被大象顶得伤痕累累了。 面对过分的大象,犀牛也是恼羞成怒开始了反击,并用那头上寒光夺目的牛角攻击。 大象也是瞬间被吓得猛圈,对于头上的牛角还是忌惮三分。 后退之后,思来想去气不过,又再次上前用鼻子抓起树枝仍像犀牛,憋屈的犀牛也只能默默忍受。 这才撒完气的大象,这才决定还是放过犀牛母转身撤离。